翻開自我專屬學習載具 孩子們分享閱讀心得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簡報 我用的軟體是 iPad裡面內建的 Keynote 這個軟體 然後我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去 因為這個其實是我的 電腦的報告 然後我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去做我自己的簡報 而且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AirDrop 我們可以用AirDrop 去傳圖片或者是影片交給老師 或者是和同學互傳 互相分享自己看到的議題 或者是題目 使用平板可以讓我們 學到更多的知識 也可以讓老師在上課 在課堂中 用平板同步教學 讓我們可以學習到更多 孩子們也展現自學成果 邊學邊玩真的很有趣 我會用學習法 Keynote 然後還有 英才王跟堂布一起 東方國小是基隆市第一所 爭取到教育部數位學習 THSD方案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計畫 可以從設備來協助孩子 在數位學習這塊路上 可以更順遂 當然我們也希望協助老師 老師在班級推動教學的時候 不會只有福音少部分的孩子 是全部的孩子一起來 全校的孩子一起來 我們期待帶著孩子走向數位未來 願意尊重數位學習狀態 孩子們大聲唸出 載具使用宣言 現場貴賓給予滿滿祝福 教育處副處長陳淑貞 國內台北教育大學 教務長劉遠貞 其多校的校長 家長會會長 還有市議員何淑萍 陳怡 都給孩子們最大的鼓勵 淑萍可能就是 非常地自力的教育 從正確跟第一份開始 希望我們小朋友 有國際觀 慢慢有冷氣 然後現在也慢慢有平反 那其實對我們的學習 就是正經濟度的學習 我們完全越來越好 期待孩子在跨域整合 沉浸式學習 以及科技自學歷等數位學習 都能收穫滿滿 培養厚實的知識力 記者蔡小均採訪報導